用太练 这个东西 怎么做其实 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当然我的习惯是 第一个层次要简单 然后步骤不要太多 因为这个要用在教学上 所以尽量以简单 然后步骤少 为原则 所以待会的话 我步骤不会太多 可是不会太多 但是也还是有步骤 所以你就是照着步骤做就好了 首先的话当然我就尽量 做几个动作 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 就刚刚那个部分 它按下去之后 它会把这边的资料 一个一个写入 并且一个一个跑 跑那个状态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 这东西它怎么出现的 为什么它会 当我按下它 它会跳出来 所以按下这个按钮的话 其实就一行程式 就是那个表单 点show 比如说我们前面叫home 叫home.show 那show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前面讲过了 如果你home.show 它会触发一个事件 叫activate userform.activate activate是它被启动了 它启动我就把程式写在那里面 里面要写哪些程式呢 基本上最重要就是控制那个我的那个什么标签的宽度 所以一进来先把宽度归零 先零开始 然后每跑一个回去 所以再来就是新增资料那些程式 for回去 然后每跑完一个之后 那我就更新底下的状态 那那个状态基本上我把那个progress bar那个 那个bar我把它设定为400 当然这个不见得是400 以后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整这个宽度 我大概设400就对了 那这个里面的资料假设是100笔的话 那每一笔的话就是什么 除以多少 除以总共100 对不对 那每一个就是更新 每跑一个就更新多少 更新大概四个像素 那怎么更新呢 如果跑一个 所以说这个i你把它减1 就1乘上 更新一个 如果跑两个那就2乘上 这一个 再一个 再一个 更新完之后就更新它的宽度的意思 就是这个的宽度 慢慢慢慢更新 更新完之后呢 再把这个关掉就好了 不就恢复了 所以我的设计里面大概是这样子 那程式怎么写 我们就 按部就班来看 1 你要先怎么样 切到visual basic 2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 制定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是我做完的 我另外再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那表单本来是 名称是user form1 我表单 那个原则上是由外而内 不过这边没有由走到 因为只有一个 home 第一个 我把名称改home 第二的话呢 把这个caption 把它改成叫做什么 新增进度 名称那个自己可以取 没关系 或者甚至不加也没关系 新增的进度 我让他跑一下 这边的话新增 进度 ok enter 这边改一下 底色不改 所以只有改这个 跟caption 再来把它拉宽一点 至于多宽 我想这个你可以自己来调整 我再来 在里面放个标签 拉宽就可以了 从左到右 至于你要什么形状 这个由你来决定 不过呢 大概改几个地方 一 我把这个的名称改成叫pb pb的话呢 这个就是previce bar的缩写 那当然你如果要取别的名称 你将来在程式里面就改那个名称就好 一改名称 二呢 让这个上面的caption拿掉 所以这个把它delete掉 enter 三的话呢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红的 当然之前有同学说老师那我不要红的可不可以啊 你自己喜欢什么颜色就加什么颜色 我只是说大部分好像是红色啦 或者你喜欢别别的颜色你自己再调一下 再来最后一个关键 名称 背景 caption caption把它delete掉没有 最下面这边有叫 就是wiz 有没有 宽度 那我刚刚讲过了 我刚刚是用400 因为程式是写400 400如果这边不够宽 你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ok这样就可以了 将来执行的话就长这样 不过你会把一执行就全部了吗 所以呢你要怎么做呢 一 请你在 这个写完之后 再来就是说 当他被呼叫 不过我们现在是呼叫部分的话 你可以在module里面 模组里面写一个呼叫的程式 那个呼叫程式是什么呢 就是叫什么 新增全部 假设这个sub 我把它写在下面好了 叫做新增全部 加一个底线 表单 因为刚刚有个新增全部的程序 那你只要什么 home.show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说呢 把这边这个 因为你要做个sub 你一定要对应一个 按钮对应一个sub 所以我把这个对应到刚刚那个 按右键 指定到哪一个呢 这个新增全部底线表单 那你把它按下去了 它会秀出来 但是现在不会跑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让它跑 第一个啦 反正先把界面做 因为我的习惯都固定 固定SOP 1.界面 2.启动 3.去写那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就是当那个什么呢 当我启动它的时候 会触发一个事件 叫Adivator 所以你记得 就是在表单的空白处 所以底下可能在拉 到时候再把它关起来好了 点两下 那不是click 当它什么 被启动的时候 所以 这个应该没问题啦 因为之前同学 常常这边切来切去 他就找不到 模组跟那个表单 就会 一下子就找不到家了 不过慢慢你熟悉啦 如果有些细节不太清楚 请看影片 OK 因为这东西说真的 我是做很熟啦 但是不见得每个同学都很熟 所以Adivator记得 再来做什么呢 切到那个什么呢 模组里面 请你先再把那个刚刚有一个新增全部的 新增全部的那个这个 这里面的程式 不包括Magic Box 因为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们做完 我们其实只要那个状态率 所以请你把Fornet这部分的程式 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表单里面的Adivator事件的里面 一样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帮他新增就对了 新增新增 但是呢你必须加一点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 请你现在Forn回圈 有没有 Adivator的同时 你要先怎么 把那个 这个东西 它现在的宽度是多少呢 宽度是400 可是你刚开始就400 不对 你刚开始应该多少 应该是没有 就是没有是什么 就是调整为0 0 enter 这样这样子 就没有嘛 对不对 你刚开始跳出来一定没有 什么时候更新一个 就是当他跑一个回圈 有没有 新增一笔 然后 next 的上面那边 你就怎样 更新一点 再 for回圈回到上面 那换下一个 跑跑跑 insert insert完了 在 next 要更新一点 更新一点 反正他就会一直更新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应该怎么写呢 基本上 一 请你在这个Elevate的里面呢 把新增全部的程式先贴 然后呢 在他的上面这一行 先把什么 pb先归0 pb指的是 刚刚那个什么呢 刚刚那个状态 列 他的wis 所以打一个w wis等于0 意思就是什么呢 先帮我把里面的那个宽度先归0 好 现在没有了 然后呢 到什么时候 帮我 再多增加一个 其实你可以写在刚才net上面 就是当他这些都做完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换下一个的时候 你做什么 把pb的 那个宽度 有没有 把它更新一下 点wis 等于什么呢 等于 特别注意哦 这个可能需要改的地方比较多 i从2开始 对不对 所以你特别注意哦 是i减掉1 因为要更新一个部分 更新这个 那乘上多少呢 乘上 把400 有没有 除以多少呢 除以 总共的比数 不过现在的总共比数 你大概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我的习惯什么 把这边加一个r的变数 r 等于 这个 这个东西搬上来 然后这边的话呢 换成r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也可以用r 可是总比数要扣掉第一个 所以 减1 有没有 记得哦 因为要先减 所以 前后 加上 瓜糊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吧 跑一次更新多少 更新它总共比数 的 等分嘛 对不对 ok 用400去除嘛 这个应该是比较 不是很复杂的 那个 数学算题吧 应该没有算错 好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还记得哦 你必须把那个表单 home怎么样 做一个re 更新 因为如果你 调整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写这一行 它不会动 所以这边有个r 叫repent repent repent意思是说 因为它有变动宽度 你要让它重新化一下 如果你没有重新化 它那个更新不会更新 我应该可以理解 最后的话呢 记得哦 这样它就每跑一个 更新一个 然后更新更新 最后记得 跑完之后要怎么样 把它关起来 所以home怎么样 本来有点show 对不对 那关的话是什么 点hide hide hide 有没有 ok 有show 有hide 自动就关闭了 所以你会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关掉呢 当这个回圈全部跑完了 那我就把它关掉 不然它停下来干嘛 对不对 总不可能说 请使用者自己把它关掉吧 这样蛮奇怪的 所以好 做完之后的话 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们刚刚的流程 一 把那个表单做出来 对不对 这边其实可以把它关一下 大概就是 主要是这个pb 里面的那个宽度要设400 其他会想caption少 然后 再来就是利用那个启动表单 在这边可以插入一个新增全部底线表 show home.show show 秀出来之后呢 去执行我们那个所谓的elevate的事件 这个 然后 一样把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 其实是从新增全部来的 然后 宽度先归零 每跑一次更新一个等分 每跑一次更新一个等分 最后的话repan一下 最后再把它关掉 试一下 如果ok的话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启动它一下 这时候就跑了 每更新一下 每更新一下 跑到最后自动关闭了 ok 应该好像看起来ok 把它删掉 新增的那些 再跑一次 不过感觉好像因为上面下面有空隙 所以不好看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再到这边怎么样 再把这边拉上去一点 这边再把它拉上去一点 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变更漂亮 我想你可以再加自己的巧思进去 那刚刚的程式 可能 大概就在这里 完成画面 然后大概先增加这个 然后里面大概比较重要 这边把它拍照 那里面的话 我有把刚刚我 加的程式 有没有 用黄色的字mark讲 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 那这个方法 以后可以用在蛮多地方上面 只要你需要让使用者等待的时候 你都可以把这个状态列的用法 把它就是加进来 那加在哪里 加回圈里面 所以你如果像常见的就是等待比较久的 有时候是捞那个database的资料也好 或者捞外部的什么ERP 或者是捞那个网路上面来的资料 那那个有时候就流量不固定 所以你一定会让user等待 那如果让user等待的话 你有时候 或者自己也会等待 那你当然会不耐烦 所以你加一个这个东西 就确保说那个进度 你是可以掌控的 而不会说有些时候 感觉好像是不是荡掉还是怎么样 你就不知道 那以这个资料可以写入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我是建议回去的话 可以尽量先找你手边有的资料 再大的都没关系 反正你就给它乱试没关系 看看能不能把它弄到挂掉 挂掉也没关系 跟各位讲 如果你那个sample 或者是miceco挂掉 你如果要把它重新砍掉 重电 非常简单 你就把那个资料夹砍掉 重新解压缩 你又重来一次了 所以那个 它那个砍掉真的就很简单 你不用移除 不像说microsoft 我装一大堆 你根本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像装那个visual studio 一装起来 哇 三十几GB 装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是什么东西都装了 那你要把它移除掉 还真是一个麻烦 但是虽然它功能很好用 可是装了什么 你不知道 真的很 这个东西好处是 虽然它功能还蛮强大 可是你会发现 解压缩之后 它才占四百多MAY 网络上压缩党才一百多MAY 基本上 这个真的是 还蛮环保的一个软体 所以 经济实惠 而且又环保 然后 攜带也有方便 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好挑剔的 再来 其实你也没换半毛钱 这种是 你无法抗拒的一种 自由软体厉害的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 免费的东西 可能大家都去排队 跟这个可能有点像 或者是说 打折的话 大家也去排队 试一下 请各位 刚刚我都补充一个 如果要更新你的状态列的话 好 那步骤一就是先设计一个表单 第二就是启动它 home.show 特别是我是把那个表单叫home 第三个就是 设 那个 Active的事件 点它两下 Active事件 把全部新增的程式码贴上 但是我改了几个地方 那几个地方 请各位可以参考 云端上面 大概最好是用理解的 其实基本上 我写这东西 都是用自己的 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跑跑看 好像OK了 就这样就用 用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 也会 user端那边 会给我一些feedback 所以当然我就 基本上用最简单的方法 来撰写程式 好处就是说 也好维护 而且大家也都看得懂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可以试试看 这个部分